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委员长会议27号在京举行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决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9月10号至13号在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 审议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 统计法修正草案 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 能源法草案 反洗钱法修订草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草案 国家公元法草案的两件议案 审议国家监委关于提请审议监察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审议委员长会议 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批准关于修改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议定书 中国和乌拉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中国和越南已管被判刑人条约的三件议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2023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和改进失能老年人照护工作情况的报告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农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 并在俄出席第十届金砖国家议会论坛和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书面报告 审议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经委 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 全国人大机关关于2024年2月以来的群众信访工作情况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 就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 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就有关议题等做了汇报